各位我们再次提醒 这个无常观再次提醒大家 世纪G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因作如是观 金刚波罗波罗蜜多 这个是金刚经 各位这个讲的不就是 刚刚我们看的一模一样吗 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因作如是观 各位为什么你还是看不透 它是梦幻泡影 各位你如果真的 契入佛性的大海 你会看到人间的一切 真的就是一场梦 是泡泡 是影子你会看见 各位金刚经不会乱写 也不是天云老师讲的 这个是千古的绝唱 你真的到那个境界 你就会看出来 你现在所执着的东西 是梦 是幻 是泡泡 是影子 各位是早上的露水 阳光出来 又是电 空中的闪电 刷就没有了 各位 你为什么看不透这个点 你为什么看不透这个点 因为你功力不够 可是你要逼着自己去看透 我们要了解 我们请大家看透的目的 我们一再的讲 我们是生活禅 我们看透的目的 不是要你放弃人生 你还是要注意家事 国事 天下事 还是一样 只是 你的事也不同了 你一样关心家庭 一样关心国家 一样关心社会 可是 你的事也不同 因为你的修为很深 很深 你看见 一切是梦 是幻 是泡 是影 因此你不再执着 你在经营人生的道路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谦卑 因为你会发现 没有什么好真的 没有什么好真的 那么你有这种胸襟以后 各位你才会更伟大 你有如此的胸襟 你要真正的 不管是经营工商企业 还是家庭人生 你才会让周围的人 更加的尊敬你 因为你有一个佛法的生命 在身上显化 再往下看 人生只在一瞬间 各位 你一定要悟透 你一定要悟透 再往下看 信音大师所说的 你总以为来日方长 却忘得世事无常 再往下看 你总以为来日方长 却忘得世事无常 再往下看 你总以为来日方长 却忘得世事如常 我们一再地再提醒大家 各位 生活 就看最后这一张图 不要只是左边的 在灯火阑珊处 在红尘当中 要回到右边 有时候要静下来 你的下班时间 和你周日周六的时间 有的时候不要 静视像左边这样子 在红 看红衣服 红伞 就是代表红尘 在那里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的 你总以为来日方长 我跟大家讲 来日 不多啦 来日不多啦 谁知道 这个时候会爆发 冠状肺炎病毒 谁知道 谁知道 很多国家 确诊人数 还继续地增加当中 你总以为来日方长 却忘得世事无常 各位 你假日的时候 真的要有一段时间 像右边的这个比丘一样 各位 你真的要静下来 你真的要静下来 当你忙完了 红尘的 许多的事情的时候 工作的事 家庭的事 孩子的事 忙到一个程度之后 请你要 静下来 因为你千万不要以为 来日方长 却忘了事事无常 再往下 各位 要在无常中 醒来 加油 幸福 各位 你要醒来 你才会真的 有幸福 各位 不见得 你去拥抱 红尘 经营红尘 你就会 你就会得到 红尘 有时候 你放下 红尘 你才能够 拥抱 红尘 佛法 就是这么妙 你放得下 你才 得 得到 为什么放得下 才得得到 这不是 绕口令 因为你放得下 红尘 就表示 你看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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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表示 你契入了 佛性 你契入佛性当中 你的花样就多了 这一盘万里乾坤的棋局 就在你心中 你下棋 已经下到 不是走棋谱而已 走戒律而已 不是 你就下到到棋海当中的 魂魄当中的 你在下棋当中 似乎都可以看到 对方想怎么走这个棋 这是围棋界的高手 他都已经在策算 对方心中的棋谱 你要到这个境界 而你能够到这个境界 你才成为围棋界的高手 才能够成为 咏春拳的高手 也才能成为 生活中的幸福者 假定 你一直没有这种实力 你也是被无偿左右而已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